上次和周顯在《博業論》裏面說快餐店與茶餐廳 他有些抗議 他說我帶得不好 他今天帶回我轉頭 他說今天要說吃東西最便宜在哪裏 和最貴他吃的那些什麼 你自己獨自 最便宜的當然是淡仔 雖然我真的很笑光顧 淡仔的 你知道淡仔有兩間的 我知道淡仔三哥 是的 OK 淡仔的意思是淡仔 為什麼淡仔這麼成功 淡仔是將你人類的生存環境壓縮到最小 什麼叫做將人類的生存環境壓縮到最小 你這個東西逐個字出來大家都認識的 但是一說出來 什麼叫做 人類生存環境壓縮到最小 人類生存環境壓縮到最小 你不知說什麼 繼續 你去麥當勞或者什麼都坐得舒舒服服 你去淡仔一張圓桌 大家逼就這樣吃 所以它才賣得這麼便宜 因為你將你的生存環境壓縮到最小 然後將食物做一些麻辣米線 什麼叫麻辣米線呢 就是你無論給什麼食物 只要麻辣做都好吃的 這條門你可以將用一個最便宜的方法 然後你最無人性的方法 然後在最快的時候你吃得很滿意 然後流著汗 然後就走出去 這個就是淡仔的經驗模式 而且是因為整個在香港這個扭曲的狀況之中 所以才有淡仔出現 以前大家是接受不了的 以前大家如果做到這麼便宜的話 做到這麼便宜的質素的話 大家就不如回家吃買一個自己煮好 就是只有這樣的狀況 才會出現淡仔 為什麼淡仔能夠這麼有競爭力 就是因為它將你整件事 你想填飽肚子 行 沒問題 最快最便宜的方法 最簡單 其實我覺得淡仔 有一點在經營策略上面 是融合了我們上一代的一些食物特質 就是它將一些以前那些車仔麵的邏輯 或者那些食材 就將它和麻辣混合在一起 將兩者之間那個可以說是優點 你剛才說的 我其實覺得一般的優點 因為你說麻辣還沒蓋過其他 但是確實是的 因為你走進淡仔 你拿完他的單之後 其實老實說 我都覺得自己說得對 你其實拿什麼菜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你下了那個湯之後 所以麻辣是中國最偉大的發明 就是說 即是中國的大腦麻病了 沒錯 麻辣 所以中國到處都麻辣 就是這樣 所以中國最偉大的就是做麻辣 那樣東西 就是你把淡仔 壓縮到最嚴重 即是淡仔是唯一一塊 你還可以比麥多勞更便宜的地方 還有有一件事其實我又不是很明白的 可能有時又是 即是哪個造先就上了釣魚船 所以其他後來者就沒有什麼要做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其實淡仔 是那個位置 如果你說以人均座的位置來計算 就真是像你所說 就是壓縮到最小 而我發覺 但是那些人在裏面也不太介意 大家好像都很接受到 就是我來到這裏 我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吃完這碗東西 走 我根本不想再坐下 是的 而且裏面的服務 我不敢說它差 但是我也感覺不到 很因此的服務 你還想要什麼就服務 只不過是 現在特別是你走進去 第一件事就會 那個姐姐就會說 他們是踢的 狼體翁 就是狼體翁 然後坐那裏 坐那裏 你就會聽指示你 就好像一條沙甸魚 自動走過 雖然其實都有一些類似的 competitor 但沒有產製造那麼成功 那為什麼呢 譬如說榮記 榮記粉麵 那些車仔麵 車仔麵 那些一般的 或者是沒有造成功 或者是潮興 潮興都很便宜 但是淡仔就真的做得最成功 但是那些不行 那些始終 像你所說的 可能他們真的未去到 那個 那麼 那麼有經營概念之下 去設計那個座位 因為你用圓桌 就已經將整件事 就是將它倒轉 就是已經破壞了 因為圓桌本身就是節省不到位 但是你見到淡仔 其實進去那些人就真的一排排錯 吃粉果 沒錯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剛才說的潮興 或者其他什麼什麼魚蛋粉 那些 他們都仍然是一種老式經營 所以這一種可能就是他未能夠做到 像淡仔那樣 為什麼這個軟歸拉麵 會用那麼多錢去收購他 可能就是知道這個淡仔 這個是未來的大方向 是企業家 這兩個人 這個真是大方向 我是不是大方向 我又不敢這麼說 但是老實說 其實真的是 一來你的胃要頂得那麼順 才能夠經常去光顧淡仔 因為如果不是會胃痛 你會嗎 我會胃痛 尤其是 還有我發覺 其實在那裡吃 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因為我一吃辣就會成頭汗 那我覺得很尷尬 尤其是現在 大家這麼乾淨 企理又要戴口罩的時候 你一吃 我一頭已經一頭汗 那你擦又不是 不擦又不是 一擦那些紙巾 噴那些水 那就更加噁心 所以我盡量都是 叫他不要那麼辣 唯有是這樣 有些人要加辣 那那些不是我 另外還有 其實這一節我們會說一下 你吃過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我和朋友在日本 這個是我們的攝影師 剛才提到我 我和朋友在日本吃了一頓飯 那間叫村村 我四個人吃 不計酒 不計喝酒 即是他帶了酒去喝 吃了兩百萬日圓 即是多少錢 十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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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兩百萬日圓 那間應該全日本最貴 村村 第一個村是三棟的村 另一個是一條村的村 通常要預訂年紀才能預訂到 你現在要去吃 下午就是九點半之後 你才有位 那你滿滿的餐廳 可以 可以嗎 十多萬 那間店主要是招待達官貴人 他七點半至九 很多時都不做生意 只不過剛好安袍晉三打電話過來 我招負那些 是只有七八個座位 我朋友每年去兩次 所以我就貼他去 Camberman 幫你問到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 當然 如果再說一句 就是那個叫粗皮 三個六字就是粗 阿南文寺寫過 粗皮 就是好像全世界最貴的餐廳 但其實是住在村村來說 就完全不是貴 都是十多萬一罐 那那個Alagawa 就是什麼 那個很容易訂到 各位讀者觀衆 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在Google 看看周顯說這兩間餐廳 你們會不會都有興趣去光顧 我就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其實我吃那些 都是很普通的 平民百姓家的食物 好 下一次再和大家再談